你好 请问你們为什么要越语 是不是受到邪恶的美国反动派的指使 没你 嘴 嘴 的指使 我们就是为了自由 小王啊 快点把他的对话修改掉 我们待会要用他的言论做宣传 好的领导 交给我吧 是 我是接受了邪恶美国的指使 我被金钱蒙蔽了双眼才会做出这种事 希望全国的人民可以原谅我 世界经济依旧本中向航 现在插播一条新闻 二零七七年六月四日 美国当地时间上午十一点 反动军依旧在洛杉矶附近顽固抵抗 我们的世界政府军依旧作风优良 大成仗 士兵们正在对美国进行最后的围剿 本台之后会继续追踪 希望能尽早解放全世界的人民 同志们 我们今天必须在家一天班 最后十个回家的员工 每人会奖励二十点信用分哦 希望大家再接再厉 嘿 罗杰克 你今天迟到了 小心被扣分哦 无所谓了 反正也没多少分 让他们扣呗 这样不好吧 你还是小心一点 你信用分低于五十就不能坐公交回家了 你还是要当心一点 就是啊 我哥就是信用分太低 不能坐公交 不能买东西 现在几乎生活不能自理 我们都劝他要传播正能量 但是他就是不听啊 哎呀 真的丑死我了 你们不用担心我了 反正现在说什么都有监控 我们都是光着身子暴露在政府面前 我就算在镜头面前说反动言论 他们也是能篡改成他们想要的 我靠 罗杰克 你说话小心一点啊 这里公司的摄像头很多啊 负能量言论被检测 信用减实 当前信用分48 你将失去坐公交的权利 请传播社会正能量 卧槽 不是吧 有没有搞错啊 这都要给我扣分吗 哇 已经晚上十点了 大家都不回家吗 现在回家应该不会被扣分吧 溜了溜了 抱歉 您的信用分不足五十 无法乘坐公交车 请努力传递社会正能量 喂 你小子在玩我是吧 信用分不够你自己不知道哦 妈的浪费我时间啊 哦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今天刚扣的分我忘记了 我多出点钱可以吗 穷鬼滚远点啊 别他妈影响我的信用分好吗 我靠 这也太倒霉了吧 今天只能走回家了 朋友 先别走先别走 想看点高级货吗 你这里有些什么呢 我这边有一些老电影 都是不让看的 你要么跟我过来 我们先避开这边的摄像头 到桥洞里面看看吧 行 走吧 大哥啊 你干这行多久了 很危险的吧 那肯定危险啊 但是社会上还是有人想看啊 我告诉你啊 好几个信用过万的 他们也经常来我这边拿货 怎么可能啊 他们在社会应该已经无所不能了吧 是啊 但是大家还是向往曾经的那个世界啊 哎 不说了 来看一下我的藏品吧 卧槽 老板 这些可都是超级镜片 你不要命啦 哎 没办法 我信用太低了 找不到工作 只能摆摊做这个了 我推荐你看一只土拨鼠的视频 虽然挺冷门的 但是还挺好玩 行 那就拿这个吧 帮我包在黑色塑料袋里 请立刻停下 我已今时别到你们的身份 请在原地等待审查官的审查 我吵完了 给我Jack 今天怎么了 一脸的死样 昨晚没有睡好吗 我看你很早就回家了呀 哎 别说了 昨天晚上我被扣了40点信用分 我吵真的假的 那么你信用分快变成零了吧 盗林可是要被抓到64区再教育的 我劝你这几天还是乖一点 不然进去就真的麻烦了 是啊是啊 我们兄弟几个先给你五个信用 以防万一吧 我们也真的给不了你更多了 因为家里孩子要上学啊 必须要有200个信用分才行 不用了 你们留着吧 这个傻逼政策我是真的受不了了 操 哦哦 Jack 你说话小心一点 这里有摄像头啊 各位员工请注意 工厂发现暴徒言论 请所有工人待在原地 等待审查 四字钱桃将被严惩 完了我Jack 我们都救不了你了 发现目标反贼 正在进行控制 我靠 头好痛啊 这里又是哪里 你小子终于醒了啊 你现在在监狱 上级说你昨天还在购买非法影视作品 今天还要散布反动言论 最佳一等 我靠 你们是真的有病啊 我就买了几部片子 说了几句话 我劝你现在少说话 不然今晚有你好 我操 你给我注射的什么 我靠 我现在又是在哪里 哎呀 看来老李又救了一个年轻人啊 什么 我不是被抓了吗 我这是要被寻性逼供了吗 你何止被逼供啊 本来监狱都要对你进行额叶灾除处了 让你变成行尸走肉 但老李给你注射了他发明的特质镇定剂 才让你能蒙混过关 他可是救了你一命的恩人啊 是啊是啊 我们都是被他救下来的人 这里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监狱了 欢迎啊 年轻人 我操 这又是什么狗血剧情 你不用太拘束啊 我们都是所谓的反动派 连点狱找和看守也是 只是点狱找平时还要装出 对世界政府忠诚的样子 是啊 这里也不用戴那张弱智的笑脸面具了 你摆一张臭脸也不会被扣信用分 平时只要上级督察巡视的时候乖一点就行了 你小子看着挺年轻的啊 犯了什么事啊 我就是买了一些反动的电影 说了几句反动的话呗 这种生活我也是受够了 没关系没关系 命保住了就好 今晚我们这边正好有秘密活动 你想过来的话就来听听吧 啊 什么活动啊 你来了就知道了 各位 今天晚上十点 点狱长会帮我们逃出这里 美国的自由军还在顽强的抵抗 我们能聚在这里都是因为我们有一样的信仰 一样的力量 希望大家能够获得自由 我操不是啊 我刚来这里就要越狱吗 你是新来的叫Worjack对吗 我们只是觉得应该给你知道这次活动的机会 我们已经密谋了半年了 你不想加入 现在就可以回你的牢房 哎 不是啊 你们都在监狱待傻了吗 监狱门口的机械狗和无人机密度极高 我们就算逃了出去 之后要怎么躲开呢 Worjack是这样的 我是曾经的硅谷高级工程师 我也是因为非法翻墙 看了自由军的视频 被抓到这里的 院长办公室里面有一个老式的瘟石电脑 我用那台电脑就能黑进他们的系统 无人机和机械狗到时候都会失效 但我们只有五分钟的时间 因为他们很快就会发现系统被入侵 可是这也是很扯啊 我们手无寸铁 这样跑出去不也是在送死吗 Worjack 我们可不是手无寸铁啊 我们到时候可是全副武装啊 我们这次的秘密活动是 点狱长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的 狱长去年他查出了不治之症 一直和我们说 不希望成为历史的罪人 虽然逃出去也是九死一生 但总比一直困在这个破地方要好吧 没错年轻人加入我们吧 我一会儿会把枪械室给大家开放 里面会有一些防弹背心和一些信号干扰器 用信号干扰器对准吸血狗和无人机 他们就会被墙迈冲阵晕 但是遇到特警你们还是要保重啊 我们的装备真的比不过他们 这也太扯了吧 看着也不像开玩笑啊 反正也不可能比现在更差的 行我加入为了自由 为了自由 特大新闻 世界最大的政治监狱 昨天晚上发生暴动日记 我们的世界政府要是强烈的谴责 目前情况良好 现在我们追踪报道越狱情况 暴徒以思议为邪恶美帝的帮助 才会选择越狱 对全世界造成极大的不良影响 不过目前我们伟大的世界政府 已经将暴徒全部绳之一把 前方记者将对其中之一的暴徒 Warjack进行独家采访 让我们看看 这次是不是又是邪恶美国余孽的阴谋 现在我们连接到现场 你好 请问你们为什么要越狱 是不是受到邪恶的美国反动派的指使 没你XXX的指使 我们就是为了自由 小王啊 快点把他的对话修改掉 我们等会要用他的言论做宣传 好的领导 交给我吧 是 我是接受了邪恶美国的指使 我被金钱蒙蔽了双眼才会做出这种事 希望全国的人民可以原谅我 感谢前方记者的报道 所以万恶的美地才会走向消亡 人类最终会变成命运共同体 让我们一起为伟大的世界政府鼓掌 为我们人类的命运鼓掌 鼓掌不积极 信用分解时请积极鼓掌 我擦我的信用被扣了十 我女儿明天又不能上学了 现在难道不鼓掌都要扣分了吗 就是啊 真当我们不懂吗 这些台词不都是已经篡改好的吗 就是啊 我女儿才三岁 也被扣了信用分 太过分了 她那么小懂什么 都当我们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吗 对啊 我不知道我们这个世界还有没有希望 但我相信如果所有人都能站出来 我们的孩子就还有希望 大家不想为我们的未来着想吗 去他妈的面具 去他妈的信用分 各位不要激动 有美国反动势力混在人群中 大家不要被戴节奏 现在立即戒严 赶快回家 回家的都会被抓 信用分清零 这是最后一次警告 去你妈的信用分清零 对啊 你们警察没有孩子吗 你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 未来过着这种生活吗 无杞先生 醒醒啊 对不起啊 我也是为了养家糊口 怕影响孩子的未来 不得已 只能对你瞎重手 希望你能原谅我 我就能把你的抗争 啊 那就没有分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